我們繼續跟各位談透鏡的成像 前面教的是用畫圖法 畫出它的成像位置 然後看它的成像性質 正義導力放大縮小 實像虛像 還有一些別的方法 另外一個背 背下來 把它的成像的情況背下來 現在講的是突透鏡 突透鏡如果放在焦點以外 成導力實像 突透鏡如果放在焦點以內 成正義虛像 如果放在兩倍焦距外 是縮小像 如果放在兩倍焦距內 是放大像 把這個成像的情況背下來 考試的時候帶進去 你就知道它正義還導力 放大還是縮小 實像還是虛像 就是把它背下來的方式 突透鏡 在兩倍焦距的時候 這是個特殊點 以前很愛考 現在比較不愛考 就是如果剛好在兩倍焦距的時候 成為一個導力相等實像 成一個導力相等實像 導力相等實像 好這是一個特殊點 你記得 兩倍焦距的時候 導力相等實像 然後呢 如果越來越靠近焦點 像就會越來越大 如果越來越遠離焦點 像就會越來越小 有的題目會用到這個想法 所以你知道一下 靠 就是簡單說就是焦點最大 焦點的像最大 所以越靠近焦點像就越大 越遠離焦點像就會越小 這個是用背的方法 把它背起來 考試後帶進去 就知道答案 用背 奧落鏡很簡單 只有一種像 所以考試比較少考 因為什麼少考 因為沒變化 什麼少考都一樣 不管東西放在奧落鏡的哪裡 都只有一種像 哪一種像 就是正力縮小虛像 而且成像位置是在同一邊 跟物同一邊 然後比它更靠近透鏡的地方 同色鏡透鏡的地方 正力縮小虛像 所以它只有一種像 所以奧落鏡背下來就好了 奧落鏡沒變化 就背下來 奧落鏡只有一種正力 縮小虛像 考試比較少考 因為沒有變化 就只有一種沒變化 OK 這叫做背下來 這是背表格 背這個表格 這個是我們做實驗要整理的表格 把這個表格背下來就會了 哦 兩倍焦距外 導力縮小 這能不能什麼意思啊 能再指平成那個是什麼像 實相 不能再指平成什麼像 虛像 所以兩倍焦距外什麼像 導力縮小 實相 焦點內 就是正力放大虛像 背表格也是一招 把這個表格背好 把這個表格背起來 往裡面帶 你答案也出來了 就是背表格的方式 背表格的方法 可以嗎 就是背表格 OK 這是我要教你的方法 這是我要教你的方法 第二個叫成像位置 物在無限遠 像在焦點 物在兩倍焦距 像在兩倍焦距 物在焦點 像在無限遠 所以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東西如果越靠近焦點 像就會怎樣 越遠 物在無限遠 像在焦點 物在兩倍 像在兩倍 物在焦點 像在無限遠 再靠過來呢 無限遠 退伍可對 翻過來 從這邊開始過來 變成在同側 這是在地側 這邊在同側 OK 要你記住成像位置 這是第一招 要你記成像位置 第二招 要你幫助你知道 成像性質 2FF切兩刀 這裡寫縮小放大 上面寫導實正虛 好 導力實在這裡虛像 這個叫做意側見大 越靠近焦點 越大 這個叫意側見大 不同邊 遠離 同側 見小 同一邊 老師 這個要怎麼用啊 就這樣子用 東西如果放在兩倍焦距外 縮小 往下看叫縮小 往上看叫導力實像 所以兩倍焦距外成什麼像 縮小 導力實像 東西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往下看叫做什麼 放大 往上看叫做導力實像 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放大導力實像 焦點內成什麼像 往下看叫放大 往上看叫正力虛像 所以焦點什麼像 放大正力虛像 剛好在兩倍焦距 往上看是導力實像 往下看是既不放大 右部縮小 那什麼叫做 相等 既不放大也不縮小嘛 相等 所以兩倍焦距的時候 相等導力實像 焦點內 往下看是放大 往上看是什麼 既不是正力 也不是導力 既不是實像 也不是 就像什麼玩意兒 不成像 因為它放到無限大 一個細胞都放到 跟宇宙一樣大 所以叫做 不成像 不成像 所以焦點不成像 所以用這個方法 來幫助你 背下來 它的成像性質 這是我教的方式 幫助你背 了解 放在突透鏡的什麼位置 會形成什麼像 就是我教你的方法 可以嗎 OK嗎 OK 很好 好 好 好